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乐居到底提供什么服务呢 麻烦你再说多次 这个就是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除了医疗方面 医疗来说有专科 包括心理方面的需要 其他方面的家庭护理 物理治疗 营养活动 社工我们也有 所以是全面性去为长者服务 好像听闻你们有提供了送餐服务 也有提供工作人员帮他们买日用品 是的 因为我们主要是看他们的需要 看看那个长者买的家人的需要 有时候有这样的需要的话 就算是日常生活的用品 尤其是疫情之间 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帮助到他们 至于说那些三餐有时候也有这样的需要的话 我们有这样的办法去供应给他们 是吧 我们有狐狸也可以上碗帮助他们 所以就算你说药物方面 当然这个很重要 也都是我们是有机会有办法可以 比如说上碗送了药上去这样的 所以全面性为病人和家人服务 说起送药 这一件事就真的很重要 因为就对于长者 就未必个人说我要经常看医生 但很多长者可能长期病患 或者长期需要吃高血压 那些药物等等 即是你们是直接有工作人员 直接送药上门 不是寄给他们 是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们可能见到我们有些安乐居那些 我们那些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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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 周围仍然在外面 他就有很多很多他的服务 那很多时候他也都是 譬如说送药 有时候也都有就是说送餐 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 有时候有些护理 有时候有需要的事 我也都会可以直接送来 我们那些护理人员上门 也都有时候譬如来说 有我们的会员需要譬如说去洗肃 我们也会是有这样的能力 用交通报送他们去看专科 这个全面性是很重要的 因为就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说去看医生 而是我们有怎样 尽力是可以支持他们 让他们得到那些服务 不是只是介绍他们 那么简单 那刚才你就提到病人 就前往看医生 就是在必需的情况之下 病人来说 需要留意些什么呢 就是在疫情之下 当然出门 如果是和其他人接触的机会 当然就是戴口罩 是大家两方面的 就是我的口罩保护你 你的口罩保护我 所以当然出街是需要戴口罩 也都是如果是去到一个医疗的地方 是我们来到我们的中心有这样的需要的话 我们有一些医疗的口罩是给他们戴的 当然我们的工作人员 亦都是会每天 是有安全的措施 就是我们他会上班之前 会确定 就是清楚是没有病征 是没有发烧 那样 如果是有任何的病征 就不可以上班 他也都需要在家里休息 是吧 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很重要 是吧 他也需要照顾自己 是吧 还有那个护理的设备 也都很重要 那我们有了训练 有什么情况之下 有什么适当的设备 口罩 眼部保护 手套 有很多时候需要的 长衫 保护 那是怎样去戴 怎样去除 怎样去洗手 训练 另外我们全部都是有这样去做到的 所以安全是唯一 第一 还有呢 就是如果那些病人去到看急症 看看诊也好 就是去到你们中心了 那你们中心 会不会定期定时定后来消毒的呢 这个一定会 我们有了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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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步骤去做的 所以 譬如说 一个病房 当然 用完之后 我们普通性 都要等 15分钟之后 然后 才开始清洁 因为如果是 若果 因为是有 细菌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这样的可能性 它就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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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低空气上面 然后安全地 工作人员进去清洁 全部 多摘的地方 就会抹干净 消毒 然后 最低限度 半小时 之后 才要再用这个病房 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就算你说其他的地方 都有了这个 这个 这个 措施 这样去做的 非常之好 那如果有观众朋友说 我想成为会员 就怎么样申请呢 因为很简单 那我们有一个热线 是可以打 855-334-7438 那打来我们有工作人员 有广东话 国语 会不同的语言 是可以帮助解答 他们的问题 那如果有兴趣 是适当的话 参加我们 我们会很乐意去 去照顾 他们 长者 照顾他们所需 对了 我们多谢 Dr. Lloyd 正如 Dr. Lloyd 所说的 大家就记得 打这个热线电话 是 155-334-7438 如果有任何疑问 尤其是想加入 做会员的话 就记得打这个电话 那我们现在 就进入一部广告 欢迎回来 温庆全文家 那我们今天 就继续为大家介绍 这个安乐居所提供的 各种 为长者的服务 那请到嘉宾 就是这个女二斌医生的 那Dr. Lloyd 刚才你就说到 就是那些长者看医生 就可以用这个 软程医疗服务 那很多观众朋友 尤其是那些长者 就看完之后 可能觉得 咦 真是比较方便 我不用走来走去 那就算疫情完了之后 你们会不会继续呢 会的 我想我估计我们会 那可以说 我几肯定会 为什么呢 因为是我们多一种方法 用不同的方法 去照顾他们 那所以有时候 就算不是疫情 譬如来说 如果一位住在很远的长者 因为我们不仅是三藩市的 我们譬如说 在南湾 东湾 我们都有照顾我们的长者 对不对 那所以有时候 如果住得比较远一点的话 那如果是比较方便 那对他来说 是可能会是好处的话 那我们都有这样的能力去做 所以我们会继续去的 那我们继续用不同的方法去照顾他们 那很重要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疫情呢 会改变的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有时候可能我们是 需要就是说 我们的领导人 叫我们留在家 是不是 有时候就不能出去 但是有时候 那个疫情会改变时 我们也都有这样的弹性 可以一起改变 如果是需要做多些远程的 我们做得到 如果是需要多些上门的话 也都可以做得到 但如果比如说 可以慢慢的 可能回去中心那里 是不是 也都有他的这样的好处 大家交制 不同的活动呢 如果是安全时 可以做得到的话 我们也都做得到 所以我们现在呢 做了很多的预备 怎样去预备 我们的中心 到安全时 可以说 有没有那些长者 回到来的话 我们可以能够提供这个服务 那所以这个弹线 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疫情 不会说一直是这样 可能有时会好些 有时会差些 希望继续好 但是我们要做一个 这样的准备 非常之好 那很多长者 就有一个疑问 如果我用远程医疗服务 是不是可以看回 我的家庭医生呢 可以 其实就 因为我们的家庭医生 是比较集中 就是说 普通典型的系统 可能一个家庭医生 会有千多个病人 他需要去照顾 但是我们这个系统 我们有办法 可以是用我们的资源 是有效地 这样 集中是50至100位 一位长者 所以每一个医生 和医师 就是照顾他们 所以可以看到他们的机会 是会很高 我们尽量会安排 看回自己 就是同一个医生 是的 所以整队人 对我们的长者是有了解 多一些大家可以有联系 多一些了解 这样 我们的制度的长处之一 就是这样 非常之好 就说起这个疫情下 很多长者 就因为有些可能独居 或者甚至 和家庭人相处 因为你知道 居家抗疫 很多时候 首先有可能 和家人引起矛盾 另外 长者有可能会孤独 就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 你们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呢 我们有提供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Mina 你说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疫情之下 就算你说没有冲突也好 有时会发生 但是也是很困难 就算我自己来说 各位每个人都会感觉 不同 会少些和其他人接触 有时可能会影响过心情 是吧 所以就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人员 譬如来说 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社工 会经常会打电话去问候他们 看看他们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需要 我们有很多时候 家庭护理 如果是上门 或者是我们有些工作人员 就是说送约 或者有时候送餐 有不同的方法 可以继续和他们联络 接触去支持他们 我就觉得 这段时候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种孤独 这种感觉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的 这样他们可以知道 他们不是孤单 是有整个团队 有人关心他们 有人去照顾他们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算是心理医生 如果是有需要时 我们有些工作人员 可以提供这个服务 亦都如果需要看专科时 我们也可以说 用那些长程医疗 亦都可以找一些专科的 心理医生 可以和他们看诊 所以这些全部 我们都是有这样的能力 去做得到的 非常之好 麻烦你给我们一个 温馨小提示 温馨小提示 我想一下就是一位家庭 他家人寄一封信给我们 以为是一位南湾的一位 一位家人 就说他们觉得 他们很受到我们的照顾 虽然他说疫情之间 虽然我们个人需要留在家 少出去 但是你们仍然在外面 继续来去 关心我们 去照顾我们 所以让他们觉得安全 觉得受到保护 受到照顾 那样 刚才我们说 那个身心 那样 两个人说的 那么重要 如果我们 这个对我来说 我们可以达到这样 我们这个工作 可以提供他们 这样的服务 令到他们有这样的感受 我就觉得 令到我是很开心 嗯 非常之好 我听到都很开心 那就问一下 就是什么病人 或者什么长者 可以成为你们的会员呢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是 最低限度55岁 或者是以上 那就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说 打一个电话 一个热线 来看看是否适合 参加做我们的会员 那一个热线就是 855-334-7438 好 我们多谢了 女医生 正如女医生所说的 如果观众朋友 有任何疑问的话 就记得打这个热线电话 就是855-334-7438 或者掃描 营光幕上的QR Code 就可以看到这么多详情 欢迎回来温馨传玩家 那我们今天探讨的是 阿兹海默症 以及相关的失智症 那小荣了 这边我想问一下 您刚刚有提到了 这个失智症 其实有分好几种的 那主要常见的有哪些呢 主要常见的就是说 我们刚刚说就是阿兹海默症 是最主要的一种 就是说大概60%到80%的失智症 都是由于阿兹海默症 引起的 那其他的就是比如说 我们说血管型的失智症 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有一些 冻风 那引起的那个失智症 我们叫血管型的失智症 在除了这两个之外 就是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说混合型的失智症 混合型的失智症 就是说它引起的原因 不是单一的 它可能也有阿兹海默症 也有那个血管性的失智症 加起来 再有一个就是说Lewis body 就是雷围体型的失智症 那个就是说它老部的那个 有一些叫这个Lewis body 那引起的失智症 它开始的时候 那个症状可能跟那个 Parkinson disease很类似的 然后我们以前也说 就是有Parkinson disease的人 他到后期有一部分人 会就是得这个失智症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雷围体型的失智症 那还有其他的 那可能就比较不是很常见 那我们可以先不说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叫额裂液型的失智症 就是说它跟阿兹海默症 不一样 就是它老部受损伤的部位 最初不是在影响 那个短期记忆的海马体 像阿兹海默症那样子 它受损伤的部位 可能是在你大老的额叶 跟烈叶 就是前面跟侧面那样子 那可能会影响到 一些情绪和个性 很多时候它可能 最初的症状 不是因为那个 记忆力的问题 可能是一些个性的改变 那样子 是这样那真的很复杂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患者本身了 如果他在这个 罹患这个失智症的初期 他会不会察觉到 自己开始有问题 还是他自己可能完全不知道呢 他可能会知道 可能但是一般有症状 更多的时候是家人 会留意到有一些不一样 然后可能他自己没有察觉到 或者是他自己会掩饰 或者很多人是在一种 就是denial的那个状态 就是不想承认 就觉得肯定不可能 怎么会是我会得这个病呢 所以当刚开始 很多时候不但是患者 即使是家人 也不愿意承认有这个病 特别是在华人社区里头 很多人去看医生的时候 excuse me 去看医生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那个中期 因为他最初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是这个病 这也就是我们做一个 教育推广工作的一个方面 就是说怎么样大家 更多的人知道 这些早期的症状 然后让大家能更早的去看医生 然后找出这个原因 那我想请问一下 失智症是有分几个阶段呢 我们现在很简单的把它分为 早期中期跟晚期 但是有一些把它分成 七个但是就是比较难分 那有些分成三十几个阶段 那些也有 但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 就是说早中晚就比较好分 因为那个症状可能因人而异 所以你很难就是把它界定 比如说分七个时期 你要一样一样列出来 它有什么症状 然后它现在属于是哪个时期 可能对大部分的人来讲是比较难做 那我们现在一般都是说早期中期跟晚期 那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您刚刚有提到了 就是很多家人就是不愿意面对 这个可能是不是华人社区 对这个病是有一种误解呢 因为我曾经也听过 很多人就说我这个朋友罹患这个病 然后就说这个人现在疯掉了 他都不认识人了 其实这种不是疯掉 而是他的就是大脑出了问题 也是一种病是吗 对这是有病 他没有去那个正视它 这个不单是华人的社区 即使是其他族裔的也有类似的那问题 但是华人社区可能跟那个原来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很多人有一个误解 就是以为这个人老了都是这样子 就是以前很多人说老了就是这样子 那那个都是会糊涂一点的 其实不是的 很多人大家可以活到90多岁100岁 他也可以就是头脑很清醒 所以还是让大家多多了解这个病吧 对而且罹患这个病来说呢 也不是一个丢脸的事情 就是等于像平常 比如说有人有糖尿病 有人有癌症 这个都不是丢人的事情 只是身体出了毛病 那这边我想问一下了 不幸罹患那个阿滋海默症 以及失事症的人士呢 应该如何治疗呢 治疗目前的呢 就是FDA就是美国食品跟药物管理局 他批准的药物有四种 这四种药物主要的功能只是 可以缓解症状就是 他是治标不治本的 就是他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病 会越来越恶化的这个 进程 但是他就是在早期 特别是在早期或者是中期 你用这个药 他可以就是说缓解一些症状 然后就是让他没有那么 发展的那么快 那我们谢谢 对那我们谢谢小荣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呢 进入另外一段广告 因为刚刚小荣也说了 这个阿滋海默症的药呢 其实是治标不治本 好那我们一会见 欢迎回来温馨传玩家 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那这边小荣博士了想请问一下 如果不幸有家人罹患 这个失智症呢 那应该怎么样跟家人沟通呢 那我们这边阿滋海默症 给大家提供很多的免费的服务 就是其中包括就是有一些 训练的课程给家属的 比如说在失智症的不同的时期 怎么去跟家人沟通 还有怎么去照顾好自己 还有就是如果就是病人有一些 行为上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 所有所有这些 我们都有专门的课程去给大家讲 然后要在这节目里头讲 可能就要讲上几个小时 所以希望大家有问题就是跟我们联络 阿滋海默症协会的 有一个247就是24小时 你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在美国都可以打我们这个电话 那就是18002723900的这个咨询专线 那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我们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有200多种那个语言的翻译 所以也有中文是吗 你打电话去肯定是英文的接的 但是你跟他说中文 他会有一个电话的翻译online 就是那种连线的那个翻译 那如果是在湾区的朋友可以 也可以打我们就是 我们这边有一个415 我那个电话不是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 但是那跟我们联络 你打800的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了 好那谢谢这个小荣博士 那这边我想问一下了 就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 这个特色呢就是温馨传闻家呢 每期呢我们的专家呢 会给观众朋友一个温馨小提示 那请问您的温馨小提示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就是 我们怎么做才能降低我们得这个失智症的风险 那一个就是要多运动啊 还有一个健康的饮食 因为你所有的心血管健康 对你心血管健康好的饮食 对你脑部健康也是好的 再一个就是多用脑吧 就是活到脑学到脑 就是学新的东西挑战你的头脑 还有多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 这些都是可以帮到你降低的这个 得失智症的风险 那这边呢我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 就是以前曾经有研究呢就发现了 香港呢因为很多人喜欢打麻将 那是不是打麻将呢 对脑部运动呢特别的有帮助呢 好啊打麻将因为它也是一种 用到大脑的活动嘛 所以也是可以帮到你的 就是打麻将啊或者是做一些 脑筋短弯啊拍一下名语啊 这些打桥牌啊所有或者是你去跳舞 比如说去老人中心你去跳舞 学个跳舞 那你不但运动了还要进你的五步 那几方面你都照顾到了也可以 那我现在找出来就是那个中文的撞线 就是说415-463-8504 那这个不是247的但是大家可以连 就是我们这边啊有一个可以打的中文的撞线 您可不可以重复一遍这个电话号码呢 啊我们这个中文的撞线是415-463-8504 嗯好非常好那这边呢最后一个问题了啊 那那您刚刚呢就有提到就说啊 其实我觉得对这个家属如果不幸有罹患 可能早期有症状的话 是不是家人要比较就是包含就是比较 对他们好一些呢就不要就是硬碰硬的 跟他们吵起来怎么样 那绝对是绝对是就是如果他是真的有这个病的 那作为家人来讲就是你跟他讲道理 或者是你重复的问他好他这些都是不好的 你怎么应该顺着他或者是转移一个话题 啊比如说吧那个就是说有些人跟你吵架 那你可以就是不要跟他吵 你离开房间过一会儿回来 可能他就把这个事情给忘记 嗯好那非常好 我们非常感谢欧小荣博士 那我们今天呢温馨传万家的时间到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正如欧博士所说的 啊大家呢只要记得呢就是多做运动 然后健康饮食啊尤其呢像华人呢很多人喜欢打麻将 这个也是一个预防失智症 以及阿兹海默症的良好的方法 那我们今天温馨传万家时间到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 稍待